这个小男孩手上有一只小蜘蛛 注意看 下一毛男孩紧紧捏住手里的蜘蛛 直到把蜘蛛揉得稀碎 这个松横的小男孩叫麦尔斯 男孩出生的时候就天生一同 五个月大时就会叫妈妈 妈妈短发只认为儿子麦尔斯是个神童 一直想要把麦尔斯往天才的路上进行培养教育 但是随着麦尔斯年龄的成长 种种怪异的事情接连在麦尔斯身上发生 麦尔斯在跟保姆玩装迷场游戏 当保姆倒计时数完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麦尔斯不但没有躲起来 还在面前死死的盯着自己 眼神只让人发怵 保姆却不以为然 提一句是跟麦尔斯玩抓迷场游戏 就在保姆在数数时 麦尔斯把房间里的灯给领熄了 保姆摸黑走进地下储藏室时 发生了意外 脚踩到了麦尔斯身心换好的碎玻璃上 玻璃深深的插入了脚底板 当妈妈回家询问麦尔斯 麦尔斯受伤这件事情的时候 麦尔斯却撒哄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面对妈妈的进一步逼问 麦尔斯却装可怜 一起逃过妈妈的追问 至此之后 家里的狗会在半夜不停的乱叫 麦尔斯在夜里睡觉的时候 会用匈牙利语咒骂他人 这不像一个七岁的小孩会做的事情 短发姐把儿子说的梦话用录音机录下来 麦尔斯惊醒之后 问妈妈在这里干什么 妈妈说你做噩梦了 麦尔斯立刻否认 说自己做的不是噩梦 是美梦 妈妈对麦尔斯的说辞是疑惑 这个男孩拿半手狠狠地敲向同学手 仅仅是因为小胖拒绝跟他换实验小组的女同学 麦尔斯就借口上厕所 不知从何处拿来了一个大半手 狠狠地击打小胖 麦尔斯因为殴打同学 被带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问他为什么要伤害同学的时候 麦尔斯却说 如果我不伤害别人 我就会受到伤害 心理医生通过跟麦尔斯的交流 横敲侧击地问短发姐 家里面是不是有人背着短发姐伤害过麦尔斯 短发姐一听不乐意了 维加立刻就跟丈夫胡志哥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短发姐怀疑胡志哥是不是受自己主鬼老爸的影响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 伤害过儿子麦尔斯 因为误会 夫妻俩发了激烈的争吵 心理医生听了短发姐给自己的录音 很快就给短发姐介绍了一位 专门研究人类转世的老头 老头翻译了麦尔斯的梦画告诉短发姐 向他解释道 麦尔斯梦里说的话是一种凶来利语 而且内容都是一些不堪若耳的脏话 短发姐不相信自己才八岁的儿子会说出这些脏话 老头向短发姐诉说了这些年自己研究的一些转世的案例 麦尔斯之所以出现这些异常的举动 就是被未了前世心结的灵魂转世到麦尔斯的身体里 并告诫短发姐再不采取行动 麦尔斯的灵魂就要被转世寄生的灵魂吞噬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麦尔斯的行为越发的诡异 嘴里时常哼着陌生的疙瘩 问题是妈妈短发姐从未教过他这些 上课的时候画着无数女人的手 家里的狗莫名的失踪了 对爸爸胡子哥出言不逊 设置在父母的房间里安装了婴儿监视器 监视着父母的一举一动 这个母亲太狠了 拿着枪对准自己仅八岁的儿子扣下板机 短发姐却硬生倒地 原来是路过的农夫救了麦尔斯 男孩瘦瘦发抖的样子 孰不知这一切都是男孩的伪装 原来麦尔斯出生的时候就自大一同 他出生的那天世界的某处 一个冷血杀人狂招式警方枪击 因为树院未了 不甘心转世到麦尔斯身上 专门研究转世的老头告诉短发姐 只有完成了转世灵魂的心愿 才可以解救麦尔斯 为了解转世灵魂的树院是啥 老头催眠了麦尔斯 在老头的催眠上 麦尔斯突然变成了一个常年的男人 转世了灵魂 恶狠狠的威胁了老头 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不然的话就告老头骚扰自己 无奈老头只能对短发姐撒谎 说一切都是自己搞错了 当麦尔斯离开后 老头发现了刚刚被催眠的麦尔斯 在沙发上抠出了恶魔的名字 老头把自己查到的一切 通过电话告诉短发姐 原来转世灵魂不愿意离开的原因是 当年还是冷血杀人魔时 从他手上逃走了一个幸存者 他的疏愿就是要把那名幸存者干掉 想要救麦尔斯 就必须完成转世灵魂的数月 胡志哥觉得此时的儿子是一个危险人物 当局就决定把他送到特殊的机构专门照看 随之路上麦尔斯实机了胡志哥 造成了严重的车祸 胡志哥捡回一条命 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短发姐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了 爱子心切的他带着麦尔斯去找当年那名幸存者 短发姐最终还是没办法下手 随之麦尔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对幸存者通下杀手 短发姐以为幸存者一死 转世灵魂就会离开麦尔斯的身体 随之被转世恶灵占据身体的麦尔斯 告诉短发姐 一切都太迟了 得知儿子的灵魂早就消失的短发姐 想要杀到眼前这个占据自己儿子身体的恶魔 却被不知情的农夫开枪射杀 影片最后 麦尔斯被另一个家庭收养 看来这又是悲剧的延续